双溪红姆公路在通往牡丹方向有一处大转弯 经常有车辆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 车轮就卡在侧沟 而且一年就发生两三次实在危险 因此最近市府养工处也进场来施坐护栏保障动路安全 红姆公路是来往瑞芳 喉童及双溪牡丹的重要连外道路 因此车流量很大 假日更是更多 但是在这处弯道因为是陡坡 侧沟又未加盖 常有车辆因为转弯来不及反应 轮胎就直接驶进水沟里 好 那红姆公路呢 我们有一段呢 因为是早期所施坐的一个侧沟 那这个侧沟因为有这个 本来有上面有这个炸板来做一个处理 但是因为被不明的原因消失之后呢 我们现在改以这个钢板式的一个护栏做一个施坐 那这个可以来确保这个民众在经过这个弯度的时候 那万一有这个可以避免车子产生的掉到水沟里面的一个危险 区长说其实这一带侧沟原本都有加装水沟盖 但是常被窃贼偷走 防不胜防 因此一直是侧沟未加盖的状态好几年 但是这样长期下来也发生多起车辆卡在侧沟的意外 我们一年大概有两三件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基于确保民众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安全 那我们也协调我们的市政府的一个养工处 协助在那个地方施坐这个钢板性的护栏 那全场大概有50米左右 那这个民众经过那个地方就可以 所以不会再有这个掉到水沟里面的一个危险 区长说为了民众的行车安全 日前市府养工处已经在这路段加装钢板护栏 转弯处还设有回复式导杆 希望在双重设施装置下能提高道路安全性 杰纯一威双西采访报道